大家好 能跟大家在这边聚集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们现在进入2018年才三个礼拜的时间 对我们对你和朋友来说 你们庆祝两个新年 也庆祝农历的新年 也庆祝农历的新年 还有几周的时间才是农历的新年 在一个岁末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文章 一些报道来回首这过去的一年 这些报道你可以在报纸杂志 在社交传媒当中都看到这些文章 这好像是在回放过去的这一年 这些上了头版头条的事情 有些是这一年的亮点 也有些是这一年的比较令人失望的事情 有一些就是说非常出众特别的事情 当然当我们回首看这过去一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头版头条的新闻 其实是天气的事件 有很多自然的灾害 包括很多的超级预风 包括地震 包括其他各样的自然灾害 那其他的一些头版的新闻 可能是关于美国总统川普 可能是关于北朝鲜的危机 或者是关于恐怖主义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想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是什么样的一些事件 来造就了这一年的 对于你来说的一些经历跟印象 不只是国际的事件 当然更多的是 发现在我们身上的 新生经历的事情 我想大家回想的时候 可能会回想到一些亮点 和一些比较低落的事情 比较失落的事情 在这个词就迎新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回顾的时间 也是我们展望未来的时间 这个时候很多的告知 很多的杂志 对他的传媒 会用过来预言 尝试着来预言 这今年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看着这些评论家们 去做出这样的预言 通常常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可能没有人会预言到 我们的总理居然会怀孕 好生孩子了 今天在这个我们 进入这个新年三周的这个时间点 我来邀请大家 回顾这过去的一年 也来展望这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两个事件 我们可以通过今天读的 两段经文来看到 第一个故事在 撒马尔纪上第七章 这是一个以色列人 非常著名的一个战役的胜利 他们面对的仇敌是非利士 然后我们再来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 撒马尔纪上第四章 发生的故事 我们已经刚才读了 第七章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里记载的是一个 关于以色列人 在跟他的仇敌 以色列人的征战当中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当这个战斗结束的时候 他把众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有了一个仪式 他在12节当中说到 到如今 有法帮助我们 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 主一直帮助我们 当你回首这过去一年的时候 我在想 你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样的话 我在想你可不可以 说主在2017年一直帮助我 如果你这个2017年非常地方丰盛 那这样的话是很容易说出口的 我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美好的事情 你会很容易地说出 主一直在帮助我 但是如果说2017年不是最难说 不是一个好的年份 那么这些话都难以启使 我想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讲 可能2017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说到如今耶稣华都帮助我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你们当中一些人 2017年可能是充满了困难的 可能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情 有的人可能经历了失去 那可能是失去了健康 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也可能是以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 那有的人可能失去了 他的亲朋好友 那些可能对我们来说 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人 可能已经不在一起了 可能已经离世了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2017年可能带来家庭生活当中的各种 也许是关于子女的教育 也许是婚姻的危机 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财务上的担忧 也许是职场上的 或者是一些只有你 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事情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2017年是一个迁徙的一年 你可能刚刚移民来纽西兰 这种环境的改变 这种迁徙的过程 让你觉得很不适应 对于我们中有些人来说 这过去的一年 可能是在灵命上 有非常大的祈福 我们可能感觉到 我们处在一个 属灵生命的旷野中 对于我们这个 Nordco 经纪会华语堂来说 2017年不是一个 轻松的年份 对于我们众地医生来说 可能是不愉快的 因为对于教会未来的发展 跟方向充满了不确定 有些人停止了参加聚会 有些人感到困惑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2017年带给这个 法语堂带来了 可能是很多的 不愉快的 不确定的 带来了很多困惑 所以对我们来说 可能不忧说 我们到如今 耶路华都帮助我们 那我们刚才读到 撒姆尔这第七章 这个故事当中 撒姆尔跟以色列人 刚刚打了一场 很重要的胜仗 在那一天 贝利士的军队 被彻底的击溃 他们被杀绝了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贝利士人被完全地制服 他们不再侵略以色列人的领土 在这个战役结束之后 我们在第十二节读到 撒姆尔他找到一块大的石头 而他把这块石头立起来 作为一个纪念的一块石头 他把这个石头还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一变一谢 然后他说到如今 耶路华都帮助我们 这个石头就好像是一块纪念碑一样 在纪念说 耶路华一直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看到这个故事 特别是结局 那么以色列人战胜了贝利士人 我们会想说 对于撒姆尔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因为他取得胜利 他可以很容易地去感谢神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那么仇敌被击败了 国中终于有了太平 在十三节当中 确实有记载说 贝利士人就此 致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 上马尔做事实的时候 耶路华的手攻击贝利士人 难道上马尔可以说 在如今耶路华都帮助我们 他们打败了宿敌 国中有了太平 那上马尔当然可以回顾这一年 就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 真是太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对于上马尔跟以色列人来说 这不是他们常常而有的经历 我带大家 带我对三章新闻来看 第四章发生的事情 第四章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一年其实是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年头 以色列人跟贝利士人是宿敌 在旧约圣经很多地方不断地看 在很多的地方 以色列人都是在跟贝利士人争战 那以色列人跟贝利士人这个宿首要追溯到出埃及的这个时期 那么那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隶来去到应许之地 那当然要去得到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就必须要去与他们的敌人征战 其中一个敌人就是贝利士人 所以这两个国家就是常年征战不断 那么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古道以色列人又在预配一场战役 那么贝利士人各个都是能征善战 他们还有非常强有力的军事领袖 他们的兵器他们的战法都要远远地先进优于以色列人的军队 那其实当时在贝利士他们的文明 他们的社会的进步程度是要远远超过以色列的 他们有最先进的金属制造 他们有铁器 他们所用铁制造出来的兵器跟工具 当时在以色列国都是没有的 贝利士人在其他很多方面也要比以色列人来的先进 第四章记录一场以色列人跟贝利士人之间的战役 以色列人输了 这是一场惨败 那一天四千个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 那么这场战役发生地点的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 这场以色列人输掉的战役发生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一变一切 一变一切是这场战斗输掉的地方 这场惨痛的失败结束 在结束以后他们都撤回到营里 这些残兵流勇就聚集在了营中 这些长老们跟军官们就聚集在一起 然后他们自问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三节说到 诱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贝利士人面前呢 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失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神不是应该与我们同在吗 神在哪里呢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这样问过 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这看起来是神让我要经历这些失败 神在哪里 如果说2017年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年头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像以色列人一样 发出这样的感叹 神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哪里 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惨痛的失败发生在我的身上 当他们这些长老们聚集在一起商议的时候 他们得出了一个新的方法 新的一个计划 第三节中记载到 我们不如将耶稣化的约会尔从世罗排到我们这里 好在我们中间就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我们需要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约会尔这个词 我们几百年以前 神跟摩西立了一个约 是关于跟以色列的民立了约 神应许来赐福世事代代的以色列人 神应许赐福如果他们可以来顺服这个约 神应许赐福如果他们遵行这个律法 当然他也警告说 如果说你们不遵守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所以神跟他的民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约 他也是当以色列人根据神自己的设计做了一个布子 这个盒子是非常具体的非常细致的被设计的 而制作的一个柜子 它被称为是一个柜子 它是用造假木所做的 它是用金子覆盖的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柜子里面 存放了是当时的克十戒的石板 所以这样一个约会就做成了 当他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约会存在被户的最深处 那么到最后是安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最深圳之处 这个约会象征的是神的一个应许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约会代表了神的同在 这是一个象征 不管这个约会到了哪里 神的同在就在哪里 这是象征神同在的记号 于是长老师有这样一个计划 让我们把这个约会抬到战场上去 如果我们把这个约会抬到战场上 那么神在战场上就会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那么我们一定会打胜仗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他会与我们护以敌人的手 如果有约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战无不胜 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望无一失 于是他们把约会同在战场中排了出来 他们来准备战斗 他们确信这次会打不相同 这个象征的与神的同在的约会 会让这次战斗变得不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个三文之像 第四章第四到九节 那么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 第五节里面说 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 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声欢呼 地一遍震动 费利斯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 在西部来的人营里大声欢呼 是什么缘故呢 费利斯人就惧怕起来说 有神到他们的营中 神到了他们的营中 我们有过 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过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人之神的手呢 从前在旷野用外地灾央打基打 阿基人的就是这些神 费利斯人啊 你们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 免得做西伯来人的奴役 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役 第十节里面记载到 所以费利斯人就开始了征战 然后以色列人居然失败 然后没有战死的人就逃回了营中 然后这是战场上经历了一个大屠杀 以色列人在这场战役中 有三万个步兵震魔 那他不只是失去了这三万个士兵 还有一些另外的事情也发生 那是最恥辱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代表着神同在的约定 被敌人费利斯人掳走 被他们带走 在这件事情中 神在哪里呢 你能想象以色列人当时的感受吗 他应该质问神 神啊 这究竟是什么为止啊 你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记号 都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跟胜利吗 但是朋友们要知道 神的与以色列人同在 或者说在现今与我们的同在 并不能保证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神的同在 跟我们手上 手腕上戴的或者脖子上挂的这些信愿服是不同的 神的同在并不意味着我们生命中就不会遇到孤兰跟贤主 神的同在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所有的事情上有豁免权 但你知道祂同在意味着什么吗 祂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可以让我们来面对 不管将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先至以赛亚说 以赛亚书第43章说道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蹚过江河水 必不满过你 你从火锅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 以赛亚没有说 如果 你从水中经过 他不是说 你躺过江河 他不是说 如果你从火中经过 他用的词是 当 以赛亚说 在这二十八年将开始的时候 已经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困难 很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可能会面对各样的问题 但以赛亚说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神会给你力量 面对各样的挑战 在第五章 上第五章 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非利式人 掳走这个约会 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五章中 记下了各样的灾难 跟祸害 降临在非利式人中间 那么到最后 后来他们就决定 把这个约会 还给以色列人 我们回到第七章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 读过的一场战役 而这次 这个结果被反转 这一次以色列人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们在神的帮助下 战胜了非利式人 当撒马回顾这场胜利的时候 他感谢神 他做了什么呢 他决定为这个胜利 做一个纪念 就好像一个纪念堂一样 他来把大的石头立起来 他取名 他把这块石头取名成 一遍一切 你还记得刚才在哪里 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那么这个名字 就是以色列人 曾经经历过 惨败的一个地方 当赵马把这块石头 立起来的时候 他也在纪念 他不只是在纪念 那伟大的胜利 他也纪念过去 惨痛的失败 我们来听他说什么 到如今 有个话 都帮助我们 那么神是在我们的胜利当中 跟我们的失败当中 都与我们同在 他不只是看到 这个伟大的胜利 他想到的是美好的时光 想到的也是惨痛的经历 是失败 是成功 也是悲痛 然后他说 到如今 又的话 都帮助我们 当这新年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回顾 过去2017年 我想 我们可不可以 也说这样子的话 当我们经历了 所有的好的 或者不好的 不管是高山 不管是低谷 神一直在帮助我们 不仅是回顾 我们也要前瞻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 到如今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连接性的词 这个是回过历史 说到目前为止 神一直在帮助我们 当然也有意思是说 当我们前瞻 我们前面的路的时候 神也会在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在这个2018年 会经历什么 我们相信神会继续地 用的同在 帮助我们 到如今耶和华 帮助我们 他会继续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可以去信靠 那很久不变 从他而来到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想让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让大家来看到 这场胜仗背后 所产生的 而有之前 开始之前的一些变化 在战胜开始之前 在以色列人出去 面对非礼士人之前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第七章 第三节当中 当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 撒玛说了 把外方的神 和洋师他路同 你们中间除掉 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的侍奉他 然后 在这之前 其实第二节中 有一句话是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第一个总翻译是说 以色列全家都向耶和华 呼求帮助 又有的翻译是说 他们向耶和华 哀求 然后撒玛对这些 以色列的民说 如果你要真心地 真正正地 寻求神的帮助 你需要来悔改 你需要让你的心 回转向神 单单地 服侍他 你需要一心一意地 单单地 仰望你的神 单单地敬拜他 除去你心中 其他的神 对于以色列来说 是要单单地 仰望神 要除去他们 其他的神 他们之前 转向了别的神 要帮人的神 更偶像 上述的以色列人说 只有当你们 从祈祷上 悔改过来 除去所有 你所依靠的 外方人的神 那么 只有你去 这样做 神 才会来帮助 你们带来和平 转向 归向你的神 把那些 偶像 把那些 外方的神 除去 或者是 把那些 你所在生命当中 所依靠的 这些 你所为 是这种的东西 出去 所以 整个国 都悔改他们的罪 他们开始 除去他们的偶像 他们开始 寻求耶和华 我们在第五节中 读到 赛尔尔说 要是以色列人 众人聚集在 米斯巴 我好 为你们 向耶和华 祷告 那第六节当中 他们就 把水浇在 耶和华面前 当着 禁食说 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 今天我来问大家 一个问题 当我们开始 这新的一年的时候 什么是 你在 什么是 在你的生命中 你所需要 去对付的 那个外光神 我想提大家 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或许那些 再用你大量的 时间精力 跟注意力的 就是那外光神 照表说 保护方的神 从你的中间 除掉 专心 归向耶和华 单单的侍奉 弟兄姊儿人 这是我在 这新年开始的时候 要对你们说的 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 单单的侍奉他 然后你就会找到 在未来的 这一年当中 要去面对 各样的事情 所需要的勇气 跟力量 也许就像 以色列人当年一样 我们也应该 要回转 也许神在今天 就呼召你来回赶 也许祂是要 呼召你 让你可以 单单的去侍奉他 一心一意的 去追随他 向他呼求 求祂的帮助 不管今年你会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是你在现在 在面对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对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 跟当年以色列人面对的挑战 是一样的 这个挑战就是 我们如何去除掉 那些一切形式的外方的神 跟罗像 然后来回转归向我们的神 而我们思想法委堂所面临的 种种问题的时候 我想要激励你们每一个人 这个 这个是对于你们每一个人 是对于领受的 也是对于所有的贵重 我想要求你们 放下所有的一些的私欲 放下自己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多置争议 我想要跟宿你们除掉 一切形式的外方神跟偶像 我也想要请大家来除去 所有的会影响 以及 就是影响你对神的信心 跟注意力的一切的事情 我今天的对大家的希望要求 就好像萨摩尔人当年 对以色列人的希望一样 要悔改 要承认你的罪 挥转归向我们主 单单的侍奉他 我希望整个华尔人 能够当时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 那么同心合一地向神呼求 去祈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你这样行的时候 只有当你这样行的时候 神才会带来 他的指引 他会赐下他所谓你们预备的胜利 合赢以及合一 帮我们一下祷告 主啊 感谢祢让我们来读这一段 在萨摩尔集上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感谢祢的所有的传统的失败 和伟大的胜利 感谢祢因为 萨摩尔可以说到如今 祢有法都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 也只有当 祢的名的心都归向祢的时候 祢才会带来胜利 主啊 当我们在这个新年的门口 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要向祢呼求 我们要把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信心 去做到祢的身上 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祢在这新的一年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 集中在祢的身上 让我们为那些 让我们注意力分散的事情 去烦恼 主啊 今天我们也能 来悔改 来招待我们的罪 我们要归向祢 我们要单单地服侍祢 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回过2018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说 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美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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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